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保龄球比赛项目于6月2日在Cupertino保龄球球场举行,贵宾们纷纷齐聚现场,包括驻就金山办事处处长赖明奇,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乔务委员魏德珍以及来自湾区乔社和乔团的百位优秀选手,现场啦啦队的欢呼声和亲友团的加油声,场面热闹非凡。 此次保龄球比赛活动召集人是由美玉吉正英中,第四十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主任委员陈朝全也到场未免工作人员的辛劳同时,也亲自参与比赛。 让我们的乔社好朋友大家共去在一起,一起透过运动参师来凝聚我们的乔心。 我们经文处总共有18位同仁眷属来报名参加,这也是历年以来最多的一次,所以请大家能够继续来踊跃参与,来支持我们华运会。 此次比赛共有118位选手参赛,驻就金山办事处派出18位同仁参赛。 北加州大专校友会联合会则有24人参赛,北加州工商会也号召会员出动参加比赛。 参赛者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激战,特组优胜选手也陆续出炉。 大会也邀请贵宾颁发奖杯、奖牌给获奖的选手。 选手在互相鼓励相互学习中增进球技,同时也和亲朋好友交流增进了友谊与快乐。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出采访报道。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